我很敬佩沈大勇 一个中国人在AE他乡 要适应那里的生活节奏 生活方式 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 沈大勇是一个坚强的人 而且呢 我觉得他很有韧性 他马上就要有自己的新公司了 我想在经营这个新公司的过程中 可能也会碰上很多的困难 那么我就用埃及的方式祝福他 希望真主保佑他 通过沈大勇呢 我们还看到了很多埃及独特的风光 现在到埃及旅游的中国游客 还不是很多 但如果你想去埃及的话 还真的要做足功课 因为呢 埃及是一个信奉伊斯兰教的国家 所以在社交礼仪方面呢 要特别的注意 比方说 在埃及呢 最好不要穿得太暴露 如果你穿着短裤或者短裙 是会被禁止到清真寺里去的 在埃及呢 跟别人握手或者是递东西呢 也一定要用右手 因为埃及人在做脏活的时候呢 都是用左手的 所以他们认为 左手很不干净 如果你要用左手跟别人握手 或者递东西的话呢 是非常不礼貌的 而且呢 会被别人视为带有侮辱性的 埃及是一个神秘的国家 旅游资源呢 也非常的丰富 如果你想去埃及看看的话 不妨可以试着找一找沈大勇 他会把一个真实的埃及介绍给你 好了 可能很多观众朋友 已经等不及的想知道 我们上一期的幸运观众了 那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本期的获奖观众呢 有两位 一位是东莞的观众 段先生 还有一位是北京的观众 李女士 恭喜二位 今天的问题是 沈大勇是哪里人 一共呢 有三个被选答案 A是上海人 B是北京人 C是山东人 来抽取今天的幸运观众 139-4287-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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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第二位是1317890-点-点-点- 移动用户发送手机短信 TRJ到3333 那么联通用户呢 同样编辑手机短信 TRJ到9100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见 红梅王特约之唐人街 由广东红梅王 实业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红梅王 王者风范 立军凤凰快报 由立军药 卓越品质 滋滋追求 冠名播出 各位好 欢迎收看立军凤凰快报 支风查例上周横扫 佛罗里达州重灾区下落特线 有八成的房屋被摧毁 而临近的立线 也有25万间的建筑物受到影响 死亡人数上升到16人 有超过100万个家庭 仍然没有电力的供应 红十字会人员就形容 这次的风灾是911之后 所见过的最大灾难 而估计经济损失 将会达到150亿美元 为期一个月的首届国家 国际佛教文化节 16号在山西五台山开幕 那么来自全国各地 以及韩国的佛教界人士 集聚在五台山 文化节将会展出佛教音乐 碑铁 书画 艺术品等佛教文物 让人们了解到五台山 乃至于中国文化的 佛教文化兴盛更替的历史 香港电车诞生至今 已经有100年的历史 电车公司总裁兼总经理 易志明今天表示 公司将会开展免费的 搭乘电车活动 并且发行纪念邮票 来庆祝香港电车100周年 小新的新闻内容 请您留意 与凤凰卫视资讯台的 政典播报 911后美国安全频频告警 美国安全警戒在此升级 小力看世界 带你一探美国安全现状 王朝特约小力看世界 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王朝特约小力看世界 由王朝葡萄酿酒 酒的经典 酒的王朝 Dynasty 赞助播出 让您的时势触角 身向海峡两岸 及时掌握两岸正经形势 再将触角延伸到科技领域 做一个与时并进的 全方位资讯人 时序直通车缓解 海峡两岸与科技报道 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时序直通车之海峡两岸 由康家集团特约赞助播出 创新生活每一天 It is 康家 这里是凤凰卫视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文台 李敖有话说 我给大家看一张 1947年一张照片 大家先看这个照片 这个照片呢 就是一个流浪的小女孩子 她手里拿着一个要饭的碗 光着脚 她很疲倦的坐在那里睡 为什么呢 因为她背上啊 又背着跟她一起来逃难的 她的弟弟 也许是她的妹妹 这么一个很凄惨的画面 这个画面呢 当时在1947年 发生在中国的上海 就是在国民党跟共产党内战的时候 国民党统治的地区 上海涌进了很多这种流浪的 流亡的难童 这张照片呢 我在台湾我的书里面公布过 台湾的军方审查我的书的人 查净我书的人 当时在警备总部 有一个处长 叫做曹建忠 他对我们的出版社的老板呢 大发雷霆 他说李敖灭造了这个照片 来丑化我们国民党 怎么会有这种照片呢 我今天呢 把这个照片的背后啊 给大家看一下 看到没有 怎么会有这个照片呢 这是当年的外国画报里面 登出来的 换句话说 这个照片不是我李敖灭造的 而是根本就是杨人的书里面的 而是国民党的这些军人 这些武夫 这些蟒夫 就像曹建忠处长这种人 他们的无知 而大惊小怪 这个照片告诉我们 在战乱的时候 这种流浪的这种难童 是多么的可怜 大家看这张画片 他是清朝的诗人 叫做扎慎行 他的画面 他曾经写过一个诗 他说 在我满眼前呢 很多流浪的小孩子 婴儿 在马路旁边 我看到他们 泪纵横 我先哭 他们还没哭啊 我都哭了 我看到这些小孩子 那么悲伞 我都哭了 这是清朝 这个照片 是我跟我在台湾大学 同房间的同学们合照的像 这就是我 大家注意 那时候夏天 我穿个长衫 拿着把扇子 大家看看我的造型 这个里面有一个同学 叫做孙英善 他现在在美国 他也从小 变相流亡出来的 他跟我说 他说李敖啊 他说看到任何痛苦的画面 如果当事人是大人 他说我还可以忍耐 可是看到这种痛苦的画面 发生在小孩子身上 他说我就要哭 我就很难过 所以这种怀抱啊 跟这个扎甚行 清朝的世人呢 很像很像 我随便拿两件 我搜集的资料给大家看 这个资料就是 1948年3月18号 在陕西北方的难民 涌金包头 看到没有 住在城外 山洞的 要卖儿女来换饭吃 一个姑娘只能换到几生米 同样我们再看 同一年 1948年4月1号 大公报 春天带来了饥荒 热河百姓临大难 热河西边 热河北边 菜根树皮全吃光 小孩没衣服穿 妇女一步避体 看到这种局面 刚才我给大家展示的 是流亡到上海的当时这些难童 当时有一个画家 他的名字叫做张乐平 张乐平 他在1947年的春天 他回家 夜里经过他家的巷子口 就看到三个小孩子 在冬天那么冷的时候 在马路旁边巷口 抖抖措措措的 干什么呢 他们紧紧的抱在一起 中间堆了一堆小的火 点了点小火 在取暖 他回家以后 就睡不好觉 第二天他要跑出来 说再看看他们 能不能帮助他们 结果在第二天去的时候 一个小孩子已经冻死了 这种情况 深深地感动了张乐平 他就开始 在上海 南京 大公报 就开始画了一个连串的漫画 叫做三毛流浪记 他把这小孩子们叫做三毛 所以当时我们现在看到 最近出版的 宋庆龄的书 宋庆龄 这个书里面谈到了 他在1949年 他说他最喜欢看三毛的漫画 我拿一张三毛的漫画给大家看 这就是三毛 他看了一个乡下人出来 挑着挑着 干嘛呢 两个小孩 他在旁边看到了 三毛流浪 就看到这个农夫 把两个小孩放在篮子里面 两个价钱摆出来 女孩大一点 卖七万块 男孩卖五万块 这个三毛 离开了以后呢 就捡到一张纸 他的纸上面也写着字 他也要卖 看到没有 然后呢 他在旁边就我卖便宜 我卖一万块 就是农夫卖小孩 一个五万一个七万 他自己呢 廉价抛售 卖一万块 你看他表情啊 这个画的非常全身 然后卖不掉 大家都在那里都睡着了 农夫睡着了 小孩睡着了 他也乌云打采的 睡着了 卖不掉 农夫起来挑着这个 就把两个小孩挑走了 三毛满脸悲愤 因为卖一万块 也卖不掉 这个卖场啊 就散掉了 然后三毛就经过了一个 儿童玩具店 看到那些娃娃们 每个娃娃 假的娃娃 特价 一个卖十万块 他才卖一万 那个假的娃娃就卖十万 三毛呢 看着看的时候 一个妈妈 太太有钱的 带着 小孩出来了 小孩手里就抱着 十万块钱的娃娃 大家看 整个的画面 非常动人的表达出 当时的这个 猪门酒肉臭 路有冻死骨 这个局面 我跟大家讲 这个局面 我李奥亲眼就见过 像这个农夫挑着 扁担 进京的是 进北京的时候 前面就叫小孩 后面呢 就是农作物 农产品 进北京来卖 干什么呢 他不但卖农产品 也卖小 卖儿子 一天都卖掉了 晚上 含着眼泪 背着扁担 挑着扁担 回家了 为什么 活不下去啊 要救这个小孩 救这个儿子 就要把他卖掉 这种情况 不是现在有 古代就有 在明太祖的时候 下命令 说你们不能够 割小孩的 那个小鸡鸡 为什么呢 要割小鸡鸡的原因 是他变成宦官的 这个基本部队 可以做太监 将来卖到皇宫去 卖到皇宫干什么呢 一辈子不会饿死啊 在皇宫里面 就能饭算吃饱了 就这样 所以表面上看 是把小孩子 卖到城里去 从另外一个角度看 这是唯一办法 使我的小孩子 能够不再穷乡僻壤 饿死的一个方法 搞不好 他还可以慢慢的 存一点钱 能够发达起来 所以进程 是一个希望 把小孩子卖掉 是给小孩子未来 做了一个选择 这么凄惨 这就是我所说的 三毛流浪记的故事 我亲自也看过这种东西 当然包括这个漫画 我也见过 维柴洞丽凤凤凰大事 他出生在四川 相音不改 相寝依旧 他一生里的大起大落 都在江西上演 他五次路过香港 匆匆去来 只留下心头最深切的遗憾 凡他走过的 都留下抹不去的痕迹 忘不了邓小平 今天开始 凤凰卫视中文台 维柴洞丽凤凤凰大视野 由维柴洞丽股份有限公司 具名赞助 四海同心 维柴洞丽 八喜临门 万事如意 山东青州 好看 加上优惠优理 这是凤凰周刊的特色 勇于创新 便宜而且解渴 因为它信息量很丰富 作为读者 几乎每一期凤凰周刊 都能够让我看到 我最关注的现在两岸三地的新闻 敏锐 犀利 点血 而且坚持自己的原则 大红鹰 胜利之影 大红鹰集团 顶尖的厨师 专业的厨房 万事俱备 只欠美女 美女泡制私房菜 让厨师暗淡无光 美女推荐私房菜 令餐厅 心花怒放 美丽创世纪环节 金龙鱼特约之美女私房菜 星期天 凤凰卫视中文台 金龙鱼特约之美女私房菜 有金龙鱼食用油赞助播出 金龙鱼让美食更健康 这个三毛流浪记 当时震撼了 全国的人心 当时喜欢看书的人 看报的人 都有这个印象 到了台湾来以后 有一个女孩子 后来变成女作家 多愁散寒 赞感 她就把她的笔名 叫做三毛 这就是当年画三毛流浪记的张照平 年纪大一点以后 在内地的照相 这就是张照平跟这些活在快乐的环境里面的小孩子的画面 这就是后来出版的三毛流浪记的全集版本 在大陆最后出版的时候 多少年以后 张乐平出版他的书的时候 他已经老了 他书里面呢 有 虚 可是呢 居然 还有一篇文章 虚后面有一篇文章 叫三毛之父 于我 就是台湾这个三毛写的 奇怪不奇怪 完全不像干嘛 你是 逃到台湾去的 一个 小女孩子 后来变成了作家 笔名叫三毛 怎么跟这个三毛 流浪记的三毛 撤在一起呢 就撤在一起 然后呢 台湾的报纸 国民党中央日报 当时就捧他 说三毛为小丑开门 就是这个 这个三毛 女作家三毛 三毛 居然到了上海 到了大的内地 跟张乐平 画三毛的 见到一起 你看没有 我们看说明文 1989年4月7号 以漫画家 张乐平 笔下人物 三毛 为笔名的 台湾女作家 陈平 在上海 见到了 他想念已久的 三毛爸爸 张乐平 他们还合照了 这张像 我忍不住 要说话了 说什么话 这两个三毛 不相干的 真的三毛 是在战乱里面 在苦难里面 在张乐平的笔下 是要 把自己卖掉的 这么一个 凄惨的 流浪的儿童 而台湾的这个三毛 是养尊处优 风花血月 这么一个 在我看起来 没有心肝的 女作家 你有什么资格 来说你是三毛 来笔名 说你是三毛 你跟他不相干 他是 中国战乱的一个 样板 见证 国民党 这个黑暗统治下的 人民忌苦的 这个样板 你这个台湾的三毛 你是一个 逃避现实 风花血月的 一个女作家 你两个怎么能够 大调呢 可是他就阴出阳差 三毛互相代换 就代换到张乐平 三毛的创作者 张乐平先生的头上 他就变成了 他也三毛 你三毛 我也三毛 你是三毛之父 我就是三毛 就来了 结果就混在一起了 这就是我所说的 共产党好不好骗呢 是不是骗共产党 张乐平被骗了 或者很多大陆读者 也被骗了 三毛就混在一起了 可是我觉得 最讽刺性的 莫过于台湾的三毛 和大陆的 过去大陆的 这个漫画笔下的三毛 这个对比 我觉得 这就是对大陆的 这个苦难的三毛 一种污辱 一种亵渎 一种讽刺 我觉得是很糟糕的一件事情 可是这种情况 得到张乐平 背书张乐平 跟这个台湾的三毛 交在一起了 他承认 他是三毛了 我觉得这是很可耻的 一个现象 我为什么把它揭发呢 揭发了 就印证了 我最近跟一些制作的 不是不在台湾这边的 朋友们有一点点 意见上都不合 他觉得我 说共产党被骗了 共产党上当了 共产党最容易骗 这种近乎游戏性的话 有点不妥 可是我举这个例子看了 是不是共产党被骗了 为什么这么容易被骗啊 因为张乐平 他是比较很单纯的 那种与人为善的那种人 就被骗啊 我们再看到 当时我问这个大陆三毛 做什么事情 我出版了一本书 当时在海家两岸 还没有这种联系关系的时候 就出版了一部书 三毛三部作 有我的好朋友 也是漫画家 王小池 他在编辑 把张乐平的话 在台湾推出 用的就是这个画面 这个画面 大家想想看 在梦子里面 有一段话 就是郑国的 有名的政治家 子产 子产 人家送他一条鱼 他这条鱼呢 他叫他手下去 就把这鱼放到水里 结果手下跟他讲 就这鱼游得很高兴 游走了 实际上呢 这个手下呢 就把这条鱼吃掉了 然后呢 这个子产 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呢 就说 德西所在 德西所在 这个鱼走了 飘走了 游走了 很好啊 结果把这鱼吃掉的 这个手下呢 讲了一句话 他说 德西所在 德西所在 说鱼游走了 好快乐 鱼游走了 鱼去了 他要去的地方 好快乐 这证明了 这资产笨蛋嘛 被我骗了 鱼在我肚子里面了 他还说 鱼德西所在 可是孟子怎么说 君子可以欺其方 君子你可以骗他 为什么骗他 以欺方 用这种 合理的 近乎人情的 这种道理来骗他 所以我们看到 这段孟子 我们看到洋人 汉学家 所翻译出来的嘛 说他可以被骗 被什么骗呢 被这种 what seems to be as it ought to be 被这种情况 所骗 换句话说呢 他以为 事所必然 也合乎人情的发展 那样的发展下去 他觉得 是正常的 鱼游走了 鱼放生了 这是很正常的事情 你骗他 他会信 他觉得这是他 鱼的一个 美好的下场 他会信 为什么今天 张乐平先生 真正三毛的创作者 被台湾的三毛骗了 就是 他用了这种 君子可欺 以其方 用这种 正常的思维方法 来骗他 他就会上当 不就这样子吗 三毛 有一次 我出一部酒 台湾一个皇冠杂志 皇冠出版社的老板 请我吃饭 说有一个人 很敬仰你 李先生 他的名字叫三毛 可不可以来吃饭 我说可以啊 就去吃饭 吃饭的时候 三毛 就是台湾三毛 就跟我讲 讲出了很多 对我的这种 封臣的话 我就反问他一句 我说你这样子爱人类 你怎么样子爱 黄冠仁 你怎么样解释 你在非洲 有一个房子 你怎么解释 在非洲 加拿利群岛 他买了一个房子 我说你怎么解释这一点 你在那笔下 你跟着这种外国人的 这种异国情缘 这种爱情的故事 当然有人说 这是假的啊 这种 如果你真的是 这样子四大皆空 你为什么把一个财产 放在非洲 他解释不出来 三毛解释不出来 三毛后来写了很多 光明的文章 叫我们爱惜生命 如何如何 最后他自己上吊自杀了 我不能说他言行不一 我必须说 他人格的应该是相当的分裂 才会有这种现象 一方面劝我们爱惜生命 一方面自己上吊自杀 我必须说 像三毛这种作家 这种你作家 这种台湾的作家 的确普遍性的犯了这个毛病 他们是风华雪月的 他们是多愁善感的 可是他们无法真正理解 或者面对 也无法想象 或者承认那种真正的人类的苦难 中国的苦难 法国的文学家沙特讲一句话 他说小孩子都快饿死了 的时候 文学还有什么意义呢 我们亲眼看到了 在张乐平先生笔下 这种平民饿死的三毛 他们的痛苦 我们应该关心他们 而不是像台湾三毛这样子 把他搅局一样的搅成一团 我认为台湾的作家 是虚伪的 是不肯面对人类苦难的 我那样子谴责一个所谓世人的余光中 我的目的也是在这里 台湾的作家 都是在国民党统治之下的作家 除了我李敖以外 通通不够看